700騰訊是一隻古魂眾所周知 那就不需要太多的基本分析了 所以長話短說 今天我們就討論一下700的買賣策略 大家好 我是朱sir 事源在788那條片中 我有建議過在中國鐵探的朋友 轉到700那裡去追回輸了的錢 適逢網友問我關於700買賣攻略的問題 最近也是因為阿里巴巴的事件拖了700的股價落水 所以這次又特意做一個比較深入的700買賣攻略 也先說了核心的看法 之前700、600的價格 我覺得不是它的價值上限的極值 今天我就會用三個維度去幫助大家分析騰訊 分別是技術面、期權面和基本面 首先我們看看整體圖表的技術 我先做了一個立論 近來它跌到最低519元的價位 現在就經過兩天的急速反彈 就達到560元的水平 有些人就擔心會不會再繼續升 或者是追不回 我先做了一個立論 我覺得是比較有一個大機會 有一個後抽是跌下來的 那為什麼我覺得是這樣呢 它上面一些隱藏的阻力位大概是哪個位呢 首先我們看回騰訊的圖表 大概在第一段浪裡面 是由7月至到9月的價位 上不破560元 下不破500元 在60元的區間裡面走來走去 直到去到10月那時候 先衝穿了560元的價位 就行了一個量度升幅 所以我們就說前面的密集區 阻力560元 原本就會成為突破之後的 是所謂的支持位 所以原本應該是所謂 第一個支持位 在那時候是560元 而後來當7000跌下來之後 它也是在大概580元 至590元這個位 就是撐了一段時間 直到阿里巴巴的事件 才是重力地撐穿了580元的另外一個區間 所以一個簡單的總結論 我會覺得 騰訊原本支持的密集區的 買賣頻密的支持位 理應是560元 至到580元這20元的區間 價位裡面 所以就是說 既然這個價位是以比較大成縣 重力地轟穿了那個角度 所以我會覺得 當它的股價在第一次的衝擊反彈量裡面 彈到這個 由560元 至到580元所組成的阻力位區間的時候 就是有機會進行一個所謂的回吐或者後抽 所以這樣的後抽甚至未必是一次就完成的 可能回完又升 升完又跌下來 一個不規則的 是所謂G字形的在這裡走來走去 走一段的小時間的維度 在中等時間的維度之後 儲夠力 收回一些貨 然後再夾上去 我覺得反而這樣的機會 都會有一定程度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大家 就可以注意這個就是技術面所分析的 密集區阻力的因素 亦都顯示出 其實大家如果是現在未入手的話 都不用這麼急去買的 既然一抹回來之後 突然間一跌就跌 二十幾三十元下來 到時你的心又不好過了 那承接 我們剛才在圖表那個方面 是說了有一個所謂密集區的阻力 可能也有些朋友是擔心 那個所謂密集區的阻力 是對於那個股王 原來可能不是阻力來的 這次完成了調整之後 就怕是一飛沖天 但是呢 你又覺得一飛沖天得來 就是叫你用大手買現貨 你現在可能不肯 那現在我們就有一個很矛盾的 所謂的問題就是 可不可以呢 不現在去追貨 亦都有些機會可以賺一下錢呢 這個這麼矛盾得來 原來又好像覺得 沒有可能的天馬行空的想法呢 那其實是有一個投資的策略 可以解決你這個問題的 那就是用什麼呢 就是運用是short put的期權 去解決了它 short put的期權呢 基本上是很簡單的 稍為有接觸過期權的朋友 都知道這種投資的方式了 譬如我做一個是700的 可能是500元的行使價的期權 那在這個500元的期權裡面 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做一個這樣的行使價 那如果萬一呢 真的回到500元以下 去到到期日呢 我才要去接貨 那如果萬一呢 去到到期日 譬如我們定下年3月 或者是下年6月那個角度 那如果呢 去到到期日之前 是不跌穿這個行使價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收取一個期權金 你可以當作是利息概念 那所以呢 就可以形成就是說 萬一沒有市的話 你就可以是收股息 還是呢 如果是所謂表面有市也好 其實也是接貨而已 而且是接貨得來 你又可以是遠低於現在561的價格去接 就是再接讓多距離現價 再接讓多十幾個% 而相對歷史高位630元呢 就再接讓多是大概20來%去接 那如果對於在價值投資得來 而且我已經是聲明了呢 是對於600元這一隻股票 我不覺得是所謂的價值極限的角度呢 那其實呢 是可以接貨呢 實在是一件喜事來的 那所以我結論呢 就可以令到呢 無論是接貨 還是接不到貨呢 其實都是有好處的 好啦 那最後就是基本面的補充了 那其實在整體是深度的 是基本面的分析呢 其實我在今年年初的影片 就已經拍過一條的了 那大家就可以找到一條影片 大家詳細去看啦 那當然啦 這個我們當時的拍攝器材 或者那個拍攝的情況呢 就沒有現在是這麼清晰 或者是這麼好 那希望大家也是見諒的 那我們呢 在這裡呢 就會補充一個在基本面的一個付注 在2021年的一個基本面的展望 那這一個呢 雖然來說呢 只是只有一個付注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呢 都挺重要的 基本上 那大家都知道呢 700呢 其中一個現金牛呢 基本上就是在手游那邊 那在今年裡面呢 手游裡面的表現呢 都相當之好的了 那可能有人擔心呢 究竟又有這個王者名耀啦 然後又有這個的和平精英啦 這些這麼精彩的 或者是那個所謂的收入這麼厲害的遊戲呢 已經走了一輪了 那在下年呢 會不會在一個收入基數太大的情況之下 變成了是無以為計呢 那我想補充一個少許的資料告訴大家呢 大家可以都不需要太過擔心了 這個主要有兩個證據 第一 就是無論是和平精英 或者是王者名耀呢 我們看到是即使去到現在年尾 流水的收入呢 仍然是十分之強勁的 完全都沒有一個下年的勢頭啦 而我們只是說在進一步而言 其實在下年 騰訊呢 是有兩種代理手游呢 是可以預為是終極的殺雀呢 其實原本這兩個終極的殺雀呢 應該是今年的第四季出現的 但是呢 由於是推廣遊戲的關係呢 就是順延到是下年啦 那所以呢 其實倒反過來 就是為到呢 去下年呢 那個所謂的那盤數呢 是撿得很帥仔的 那這兩種遊戲呢 就包括了是風魔世人的L.O.L. 這個英雄聯盟啦 那還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DNF啦 地下城與勇士呢 這兩種是佔過了長期 全世界的第一 和第二名的端游的遊戲呢 終於就端轉游了 就是端游轉了做手游 而這兩種是風魔世人的遊戲的手游的代理呢 亦是被700是攬了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說呢 在這兩種黃牌遊戲呢 轉手游呢 那個是收入的憧憬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單以現金牛的手游的部門呢 下年呢 如果不增長呢 坦白說我們是相當之困難的 是近不肯定是仍有一個 是比較好的速度的增長 那所以呢 在盈利有保值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呢 在教學裏面 我們都會教了 是怎樣去計算這隻股票的極值啦 那所以在一個總結論裏面呢 我覺得 都要再重多一次 我開頭說的核心 600元呢 其實就不是它價值上限的頂部來的 今天呢 我們就不做答問環節了 因為呢 是要準備新的講座主題啦 和下一個月的工作準備 那請大家見諒啦 那如果喜歡呢 我們這條影片的朋友呢 那記得 去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share給大家的朋友仔啦 那各位新年快樂 下星期再見